我們來到政府總部 只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我們要求政府立即每人派8000 因為我們有700億元 兩萬億儲備 每人派8000令到這個基層是免於貧窮之苦 還有拿500億出來做這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 總共是1300億 我覺得這些錢是應該花的 第二個就是為什麼曾蔡權經常說和我們沒有共識呢 我最近發覺了就是因為和有錢人 和我得泰民 所以和他們有共識 由此我們都希望香港人是認識到小英寺選舉的不幸 我們是向政府和共產黨提出要負選 我們都希望聲稱參加小英寺選舉 去反映其中的荒謬的何俊仁 現在走出來呼籲所有有良知的選委 就是要抵制這個選舉 明確地反映香港人 我希望他不要因為這個小英寺選舉的荒謬盡 而繼續留在這裏 突顯自己的方法 我希望他來到這裏 應該成為香港人選口 長寶覺得現在這個防暴隊論 有沒有需要公開行會的會議記錄 或者有些黨都提出會不會用特權法呢 你們知不支持 我覺得無需再爭論了 曾鈺成和梁振英 連自己是否共產黨員都不敢說 用甚麼誠信 梁振英先生說N屆都不算特首 那N在大家的數學觀念裏面 就是無限的 N加1 那就是他已經自毀他的成果 那你還相信他甚麼呢 那我現在只是想問一件事 梁振英先生 你是否責任人 如果你不方便回答 你是不是地下的責任人 你要給你一個明白 就是我們不是搞這個rich channel 而不是說走去進行這個逼迫 因為以前 如果你說用這個所謂rich Trumping 就是列國行動 是弱勢人被人去抓 現在是強勢地隱瞞自己的政治的政黨所屬 因為香港人非常之怕 原本在香港沒有權的共產黨財團 會藉著梁振英先生的上台 變成又有錢又有錢 那麼看到梁振英先生裡面的團隊裡面 大部分都是在過去15年政壇失意的政客 那麼一個就是鬥爭失敗無權 一個就是有錢而無權 那麼這一種這樣的貪婪和復仇的心態 非常之恐怖 那麼所以梁振英先生 是有責任去講清楚他是不是共產黨 不是迫害他 如果他不講就迫害我們 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這個絕對不是所謂美國 這個麥卡錫時代的麥卡錫的做法 麥卡錫的時候就是抓住那個平民 問他是不是共產黨 現在我們有一個特首 說N屆不選 跟著出來選 跟著被人指責他 主張重嚴去鎮壓香港的民主 主張用這個狂門左道的方法去壓制移民自由 他當然要公開 如果梁振英先生今天再不講清楚的時候 都有人選他 我覺得小燕子選舉的麥卡錫難談 又多一筆 但是下星期日 我都希望何鎮仁先生當年問他 何鎮仁先生吃了什麼藥 我就問他 我問曾育成主席就問了出來 之後曾說是 不過不告訴我 下星期日有沒有什麼行動 我會有行動 我會新村籠牌去 我會新村籠牌去 我會有一個三面人的面具 和村籠牌去投下我神聖的一票 好 歡迎 來 來 走 走 好